而这份业绩是对版的,曾经说过的就是Uber 这份业绩其实是让我们看到它是有个转回的情景 就是之前投放很多东西,现在是走出来的 现在就看它究竟会不会做些... 现在应该是开始做一个整固后抽水平 简单来说大家可以拿着大概32元为之它那个突破区间的水平 现在如果它后抽,就是22-33元那些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风险管理 或者叫做参考的水平,我们自己都在业绩后 都是有加少许住在这种股份里面的 是的,但是你说不是所有中小股全部出完业绩 我们觉得都应该要再追的 例如Cross,我们曾经说过的CROX 他也曾经帮过一下我们 但是其实你见过去出完业绩 其实市场觉得那个价值也太高 那变了我觉得像Cross这些小型股 那其实就要...你可能要预计它回多一点点 那这次近处的业绩,其实简单来说 我们看到是对板的公司那些钱都是肯定当值股份 整固完之后肯定再进入的 但是不行那些呢,其实那些钱真的会走的 即是未必大家当全部都是什么meme stock 这样炒的 就是进入的表面 以及在心中的股东西 就不太好 对这些股东西 对了 然后我们说我们股东西 也是一样的股东西